那一声咆哮 他好像在说 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毒了 如果是2021年过程院线电影 尤其也周一匹黑马 那么他一定是熊市少年 说实话 因为这部动画引发的一些争议 我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聊这部片子 但看完获得整整一周 我仍然在回味 并和朋友讨论这部动画的好 不知道看完的朋友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 可以在弹幕上留下你们的感受 如果熊市少年最后 真的能让大家为他拍手较好 那么我想 这一定不仅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热血 和燃爆的时刻 更因为这部中国动画里 有着近年来极其难得的真实 质朴甚至残酷 不知道大家是在故事讲述到哪部分的时候 才开始爱上这部电影的 对我来说 印象极为深刻的是 开头第一分钟 作为一个潮汕人兼五条人悦迷 我很早的时候就做过一期五条人专题 而当影院的灯按下 五条人的倒声量在响起 配合着一个乡土少年骑着不丹车 穿行于窄相的光影 一股浓郁的广东风味就扑面而来 这是个极其漂亮的长镜头 你很少会见到一部国产动画 能把环境建模做到这种地步 无论是阳光穿透数月瑕疵的光影错落 潮汕地区的瓦房和方言招牌 岭南地狱的乡间土路 都太真实了 真实之外 又散发这种几乎让人喜相处的美感 在被神话改变IP充斥的动画市场里 熊狮少年难得的为我们呈现了个 真实可感的地狱空间 而真实的空间 是为真实的生活大抵的 熊狮少年的型半段 是阿娟 阿猫和阿狗学武师 一路热血还是血液 但电影真正直击人心的 其实是后半段 本是留守而同的阿娟 在梦想刚刚被点燃的时候 却遭遇了生活的症状 在大城市打拼的阿娟父母 因为父亲受伤瘫痪昏迷 不得不放弃生计回到老家 而作为家中唯一的希望 阿娟没有选择 她背上行囊 拿上沉甸甸的尸头 去到大城市广州打工 为父亲攒钱看病 在观看前面静松的一小时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到 电影的后半段 会突然急转直下 呈现出这么锋利 和真实的刺痛感 你以为阿娟来到广州 睡在脏乱庸子的 十人小屋里 已经是极限 却没有想到 她睡得是比下腹 还要更下一层的水泥地板 你以为一天打几份工 总会有希望 但生活的穷苦 更像一个无敌洞 一面中 公友问阿娟 你这么拼 究竟还差多少钱 而阿娟说 就是不知道 还差多少钱才可怕 更证实的是 是某些微妙的细节 在乡下 阿娟的武师梦想 是被另一个 同样叫阿娟的女孩点燃的 她来到广州之后 又遇到了她 女生开车送她去送夸地 在下车的时候 阿娟因为忘记松开安全带 被尴尬的弹了回去 两个人的阶级差距 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细节 就被点了出来 对于女生阿娟来说 武师 是因为女性身份 不得不放弃的梦想 但生活的富足 却要让她离开武师之后 仍然能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 在男生阿娟的心里 武师 却是她这台烂泥 唯一能够发光的机会 电影中 讨论着工地新资的粤语 涌进地铁上班族 徘徊在路边的房地产中介 这种种的细节 为我们呈现了一座 钢筋森林中的众生像 并且 她难能可过地 捅破了这么一层事实 对于很多出身小镇的人来说 前往大城市 并不是前往一个 光鲜亮丽的生活 而是走进一个 有可能吞噬梦想 吞噬生活的黑洞 残酷沉透的满灰 才让电影对于生活 与梦想的表达 有了更多的维度 才让后半段热血 有了千钧之力 二 阿珍爱上阿强 除了阿娟 电影中的另一个主人公 是贤玉强 贤玉强年轻的时候 是十里霸荒最优秀的 舞师选手 她是另一个版本的阿娟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 在结婚的时候 她没有请人来舞师 而是自己舞 但熙熙攘攘的宾客 大多数人只顾着吃饭 和嘲讽她的寒酸 也已经点出了舞师 做了一项民间艺术的衰落 在现代社会 与舞师类似了很多中国民俗 在很多时候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表演舞台 他们只能在婚宴宴上 在各种开业庆典上 在偶尔过年的民间节庆上舞师 手艺人的坚持 民俗的没落 聊聊几笔就直击人心 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是 贤玉强这个角色 神似功夫里的包租公 而整不动画的气质 其实也都是周星驰 是小人物喜剧的味道 周星驰电影的主角 往往被设定为边缘的loser 在生活泥潭里达官的废材 但即使是小人物 也总有闪光的时候 当电影结束之后 我们记住的往往不是那些丑陋和卑劣 而是那点细小的闪光 雄师少年也是一样 显于强项级的功夫里 隐聚闹事件的武林高手 阿猫和阿狗 则很像周星驰电影中的丑角 类似于达叔 降暴或者林子聪的角色 主员工阿娟 也向电影里的心眼 经历一个落魄废材的蜕变 与废材编约人的身份相匹配的 是那些并不能用好看来形容的外貌 从我个人来说 我并不觉得主角眼睛小 是件值得讨伐的事情 如果主创的动机不纯 那么这个片子打从一开始 就不会从身经百战的广电那里过神 而出去主角 影片中很多人物的长相都是正常的 比如师母 从人物建模的角度来看 三位主人公的形象 的确可以做得更精细和用心一些 但人物长相的不好看 更多是因为要对应主角的废材身份 电影的后半段 阿娟剪完头发之后 那种阴气和清爽 看起来甚至神思霸王别姬中的小蝶翼 就像我当时发完动态推荐后 有一位朋友在评论区所说的 电影里眼睛这一点 是个戏剧设计 在影片后半段 经历磨难的少年 眼睛会逐渐有神 逐渐坚异起来 而眼神和眼睛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而更重要的是 把眯眯眼等同于中国人 这本来就是个西方人框定的刻板印象 那么如今 我们为什么要拿着西方的话语体系 去规训和批判我们的同胞 不能画小眼睛 眼睛小并没有问题 把眼睛小和中国人等同起来 并形成丑化的刻板印象 这才是问题所在 在不意在展现中华文化动画里 如果我们满眼只看到小眼睛 而看不到电影后半段 眼睛里焕发的神采 看不到主创弘扬民俗 和民间精神的用心 那我只能说 真的很可惜 电影里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彩蛋 师父的名字叫阿强 师母的名字叫阿珍 这对应着五条人的另一首歌 阿珍爱上阿强 这首歌 写小人物的相爱 用最简单的歌词 写出了一种最质朴的诗意 我喜欢五条人 是因为他们对边缘小人物 保持关注 但这种关注 并不是一种泛滥的怜悯 而是一种平等视角 它的尊重观察 和深刻的同情 我喜欢熊市少年的地方 也正在于此 不因为小人物的丑态和粗鄙 而自居高尚 而是保持对每一个人 每份个体差异的尊重 同情和关怀 并能从中自行 去做一头熊市吧 三 两个结局 在熊市少年之前 我并没有想到 武师也能被拍得如此精彩 动作 节奏 生效 完全排除了武师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 所具有的力量和神韵 结尾的三场大赛 更是把情绪高潮 一重六重的往上推 但整部电影讲了 真的只是武师吗 在我看来 武师更像一个题材 电影真正的体验 其实在鼓声 熊市少年里 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 不要忘记你内心的鼓声 电影最最惊艳的一个段落 是阿娟来到广州打工后 清晨里 盯着尸头在阳台上读屋 阳台上密密麻麻的自己 告诉我们 其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武师的坚持 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心中的鼓声 但更惊艳的 是这段读物之后 衔接了几个城市的镜头 去日出生 城市的人群开始涌动 在这一刻 鼓声仍然在继续 仿佛这座钢筋森林里的 每个人都听见了 自己内心的鼓声 这一刻 阿娟和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 都在共同呼吸 共同生活 也共同梦想 而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样的镜头 这样的表达 都出现在部国产动画里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影片有缺点 比如 前半段节奏松散 对女性角色的刻画 太过单薄和扁评 一些剧情出来 马上就能联想到 下一步是什么 并且不乏一些 很俗的石雕屁情节 但是 我仍然觉得 这依然是在今年的院线里 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动画电影 影片的结尾 落点带个奇迹 即使是很俗套奇迹显现情节 主创也处理得很微妙 影片最后 阿娟没有踩上秦天柱 而是只把尸头挂了上去 秦天柱 象征着五十人的信念 也意味着 一山更比一山高 把尸头挂上秦天柱 代表的并不是征服 而是更深一层的敬畏和信仰 而在秦天柱之后 还有比这更难跨越的一座高山 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 电影主创并没有让这个故事 停留在那个奇迹形象的结尾 在彩蛋里 我们看见了阿娟 仍然回到大城市继续打拼 只是这一次 他从下下部换到了上铺 热血的结尾 让我们对生活仍然抱有希望 而彩蛋里的现实 则避免了让整部片子 变成一记轻浮的积雪 这种举重弱心的处理 真的很棒 我真心感动于 在现在的市场 仍然有人能把对小人物的关照 和文化传承融合起来 去讲一个好故事 去做一部好看 且真诚的电影 回过头去 再看影片还报上的那句话 可谓质地有声 冰猫雄奇 烂泥发光 以上就是本期切片的所有内容 下一期视频 我会聊聊这一年 我都看了一些什么好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 也请一定要关注 点赞和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熊市少年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